不同的人物故事再看的是台东基督教医院创办人 美籍医师谭维毅跟谭秀丽夫妇 他们在民国50年就已经来台行医奉献 到现在半世纪了 今天终于获得了移民署所 颁给他们的永久居留证 而事实上他们对台湾的贡献 还曾经获得李前总统颁赠紫色大寿锦新勋章 事迹还被收录在国小四年级的国语课本里面 永远的谭爸爸成为国小教材 获得台湾永久居留证谭维毅夫妇好开心啊 尤其中风又跌倒坐在轮椅的谭秀丽 更是笑得何不容嘴 谭维毅夫妇名活50年来台 投身台东偏乡医疗 他的事迹更成为国小四年级国语课本的教材 课文中描述谭医师的来历 以及士病如亲的无私奉献 台东人都亲切称他为谭爸爸 我们第一句话是我们同同们叫我们 温州街98号 他们怕我们迷路了就完蛋了 我们在今天这个真的是 好像一个新的家 我们现在的家 回忆起第一句会讲中文 到现在国语流利还会点原住民话 谭维毅夫妇两人加起来 在台湾行医奉献100年台湾早就是他们的第二个故乡 台中是最好的地方你看厉害一厘路 厉害五厘路比小万一还好 尤其对台中更是有着独特浓厚的情感 因为医疗奉献谭维毅夫妇除了获得台东县政府颁发的荣誉献名 还荣获第三届医疗奉献 前总统李登辉也曾清班此社大寿景星勋章 虽然夫妻两人在民国83年退休返美定居 不过仁石堂返台探望老友或到处演讲 因为特殊奉献获得外侨永久居留证 也让夫妻两人出入台湾更方便